大家好,我是Gun 今天呢,我刚好去拔牙 我是在那个 Krinik Krikiyan Anika 是阿Gajan 就是那个政府医院去拔牙 然后拔牙刚刚拔出来 然后拔牙的时候呢 那个医生呢,他会 帮你检查那个牙齿 然后 会 帮你注射 然后检查这牙齿之后呢 他就会看哪一只牙齿坏咯 然后 然后就帮你注射那个麻醉药 然后注射了之后呢 要等差不多几分钟 等了一段时间 然后你就拔牙咯 然后在之前呢 因为之前 我的经历呢 是帮拔牙 我那时候在几年前 我拔过两只牙 在一天同一时间 拔过两只牙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牙齿呢 就好像有东西 所以 那个牙齿根啊 就好像有东西断掉 这种感觉 那么今天呢 我就拔了这这这这只牙之后呢 就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啊 没有什么很痛的感觉 就是好像你麻醉 他只是把东西 他的东西 那个牙齿拉出来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在之前呢 我就有根牙齿给 就是我自己本身有拍那个牙齿 坏的那个牙齿的照片 然后我就给那个医生看 他看呢 我这就是给他做一个参考 就让他知道啊 到底我的哪颗牙齿需要拔 然后他的痛的程度到哪个什么程度 然后呢啊 还好今天啊感觉没有什么 就是感觉没有不是说很痛啊啊 好好比以前之前的经历好很多 然后现在我就给大家看 那个拔出来的牙齿 他的那个那个画面 可能啊大家要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毕竞之路 如果你不想照顾你的牙齿啊 你吃硬的常常都吃啊 咬一些硬的东西啊 或者是硬的食物啊 或者是说咬冰块啊 或者是没有刷牙 或者是啊没有妥当的去刷你的牙齿的话 啊漱口啊这些东西 然后你就会像我这样子啊 就需要拔牙了 但是啊拔牙这东西呢 通常啊我们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 就是说啊你可能你的牙齿坏了 你就需要拔牙 因为之前我也问过我的家人 他在啊几十年里面啊 差不多有一些很多牙齿都被拔的 而我本身呢只是拔过三到四次的牙齿 那么我觉得他的那个疼痛的程度啊 不是比我我还还更加更加的多 然后感感觉啊就是你当你拔了很多次牙的时候 你的那个感觉还是会有的 但是可能你已经啊要看那个医生哦 他那个医生如果他拔了拔牙的话 他会他比较他的医术 拔牙的技术比较好的话 可能他你拔了牙齿的时候啊就比较不容易痛啊 还有就是说当我拔牙齿的时候 我通常我都会穿一些比较黑色的衣服啦 因为怕说等下万一哪有血沾到我的衣服啊 那么就比较很难清洗啊 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那个牙齿 包出来的那个状况是怎样 现在呢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牙齿了 哦你看他的牙齿已经蛀牙了 然后整个洞这样子我给大家看呢 不是大家大家觉得害怕 而是说要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的牙齿没有照顾好的话 第一你吃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很辛苦 因为牙齿少了你吃东西要吃硬的东西也很难 要吃一些比较不可能比较难吃的东西的 一些食物呢你就会很辛苦 然后不要像我这样子 虽然我拔了三四次牙 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照顾一下那个牙齿啦 还有照顾一下身体啦 现在呢因为SOP啦 那个RE性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要拔牙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去做那个预约就是appointment 然后appointment呢你就可能需要上网注册 但是因为之前我是因为啊我跟那个医生说 我已经很痛了 然后牙齿已经很痛了 然后我就啊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在等了 然后我原本还以为说他会叫我再回去等 然后我要等的话就等蛮久了啊很很很长的时间 但是啊还好那个医生他他就要给我先拔牙 然后我今天至少我会把至少能够把我第一只牙的那个疼痛的感觉呢 那尽量去减低 然后还好现在我那个牙齿呢没有什么触血啊 这个是只是一部分我之前拔牙呢那个触血的几率是很多的 然后如果你要拔牙的话 那个刚才我也问过医生就是如果那个拔牙的话你就啊 不可以说你要一次过要如果说你有几只牙齿 想坏的话可能你要想要今天去拔牙的话 他是不建议的 因为当你拔牙的时候呢啊如果有一些老人家或者长辈呢 或者是说可能啊身体状况比较不好的人呢 他们要拔牙就比较辛苦有会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必要的事情发生 就比如说可能啊出血啊就是那个鸭齿流血的那个那个几率会比较高 然后啊可能啊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神我们的口腔 然后啊还有就是说啊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他们会建议就是一天就拔一只啊 如果说或者这两只啦 如果说拔的太多的话其实是不不太建议就是怕说等下一些人他受不了第一会疼痛 你知道现在打的麻醉药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当你打的麻醉药那个麻醉药那个时间过了之后呢 你的牙齿那个牙口你的嘴巴是很痛的啊 现在是因为没有什么痛所以我才会做那个影片 要不然后我也是开不了口刚才就好像你说话说的很不清楚啊 啊就是啊好像那个小孩子在在学讲话这样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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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拔牙的一些经历 我就是给大家看 希望说大家要照顾好 你们应该清洗的就清洗 不只是牙齿 包括我们的身体也好 我们的眼睛也好 耳朵也好 或者肚鸡也好 然后不要以为说小小的事情 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然后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谁也帮不了我们 因为这个就是人生 我们都是要经历过的 如果说以前的人 18世纪的时候 他跟的时候完全没有那个麻醉药 那个时候真的是 真的是痛不一生 就是 你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麻醉药的话 你这样子直接拔牙的话 你会 你会 多痛 所以以前的人 没有麻醉药 就是手术这样子开刀 然后那个麻醉也就是拔牙 真的是很痛 真的是你当 我可以说肯定是受不了 如果那一张纸 弄伤了你的手的话 你的手只要 要痊愈 都要差不多整个星期 一个礼拜 但是如果说那个手术刀 跟那个那个牙齿 你这样子拔下来的话 没有麻醉药啊 真的是 痛到啊 痛到 你说不出话 可能 那种痛 真的是 不只是 不只是生孩子的痛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 这就是我先跟大家 让大家知道 好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你好 大家好 我 bilateral 我 是 的爸爸 大家好,我是干 今天呢我去 巴亚 那么我是在那个 Clinic Bagi & Anka 就是